市里方議題 跟黑球白的公司的富士林 共同中三馬精靈 檢出的白鷗打斷他們的轉媒店 這個獨湯上頭的動作主要是要選擇 才沒有發明到參與三馬精的豬肉製品 那今天我們來看這個加工的地方 當然它是 黑小白是 國內外知名的這個 這個肉類加工的製造商 加工的時候如何建立消費者的信心 而且要宣示在明年1月1日以後 就不會使用含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現在也沒有啦 那明年也是要持續不使用含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對著三馬精的豬肉問題 一例表示 在南提用上官整個來做對待 剛才是品牌的豬肉之外 豬肉加工品也會去做主意 希望透過上官選賜 讓其合者知道 不可以使用含有到三馬精的肉品 除了有品牌的這些豬肉以外 豬肉的加工品 也要去注意 那原本就是有分各個層次了 第一個層次是生產 第二個層次是加工 第三個層次是消費 包括餐廳的消費 跟家庭的消費 所以說 我們去看過了市場 去看過了團散 去看過了這個學校 戶籍能夠宣導 他們不能夠使用含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在黑牛排 是鼓來豬名的肉類的加工製作上 他去傳統來做事 知道該夾這如何減減到這個三馬精 同時也選擇 要你以為一合開始 不能夠使用含有到三馬精的肉品 除了市場 也在夾這場內 那只要參觀了豬肉加工品的行三帥 南天新聞 待一下 大家有沒有猜訪沒有的